其实那个汪文斌有开记者会 他说聚焦的议题有六个领域 一个是政治 安全 务实合作 民意基础 多边 还有海上问题 六个领域 那政治当然就是你看习近平这次还要去夜里 就强调是两党的关系 这个这次是习近平第四次去越南 他2011 2015 2017都去过 那15年你也知道他访问完越南就跟中国大陆冲突了 所以他2017又恢复了 那表示越南也知道不能跟中国大陆真的搞翻了 可是后来你也知道就碰到疫情 所以我觉得越南应该是经过一些思考 因为他曾经有过清美的阮靖勇 阮春福都下台了嘛 那现在换上这个总理是范明镇 那这个是跟中国比较友好的 所以我觉得越南大概就是有点类似辩证的发展 我说跟中国啦 那可是走来走去还是绕不出去 因为就是邻居嘛 而且共同意义太大了 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安全 事实上北部湾中越是有联合巡逻 那务实合作就你刚刚讲的经贸的部分 那民意基础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越南政府12月5号才刚宣布 说明年开始小学三年级四年级必修汉语 明年就开始了 那有这个举措的国家实际上并不多 就是列入那个小学就必修汉语 沙特就是其中一个 沙特一周要学四个小时 马来西亚是本来就有 马来西亚很华人 那不意外 我们现在是在讲沙特跟越南 这个基本上都是本地人 四小时很重 沙特一个礼拜四个小时也很多 学汉语 事实上然后也公布了一个数字 就是在河内有孔子学院 那已经训练出1.5万个中文干部 所以我是觉得 然后另外就多边 多边当然就是南海行为准则 RCEP这种问题 那海上问题就是最直接的 就是南海的冲突怎么处理 所以我觉得 坦白讲是蛮全面的 只是说你没有办法期待他一步到位 就去接受中国大陆那三大倡议 可能全球发展倡议他可能可以接受 另外两个我认为需要时间 不过这当然是贸易战 那因为从中国出口就有关税 事实上中国大陆今年1到10月 在越南投资了82亿美元 那钱很大 那累计投资额已经超过美国了 那就是基本上就是 美国不是在搞有岸外包吗 那个French Shoring 那美国设定的有岸外包的地方 像越南 泰国 印度 墨西哥 都到处都是中国企业 因为中国企业 所以你说为什么中国大陆 现在有一些地方就业变差 因为他外移了嘛 那就是要避掉关税 比如说墨西哥 墨西哥中国大陆仅次于美国 他的投资 那就是究竟 那不用关税 而且他还有那个 美加墨的自由贸易协定 那关税更低 所以这个就是 你有政策我有对策 那就造成了中国企业的 大量的到美国设定的 有岸外包的国家做投资 那越南就是最重要的国家 墨西哥跟越南 墨西哥跟越南 这两个地方是最重要的 好 可是那话说回来 刚才我们在讲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 中国大陆去进一步 做一些经贸的协议 也是要保护自己的投资 对 因为他在越南的部位越来越大 而且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其实越南的零组件的聚落 做得很差 所以他的供应链 基本上还是在中国 你说跟中国比是很差 其实东南亚国家 越南 马来西亚有稍微做好一点 可是基本上因为中国大陆就是 又大又便宜 量大 所以尤其是越南 越南它事实上整个工业体系 并没有建立 它事实上并没有经过 像台湾这样的十大建设 比如它的石化岳 钢铁 没有一个基本的架构 所以坦白讲它现在还是处于那种组装 比较多的阶段 比如说三星的手机整个都移到越南了 可是三星手机的零组件 越南还是做不出来 可是他们的基础建设相对落后 对 还有这种电的问题 我跟你讲如果连十大建设 那个基础工业像石化岳都做不起来 那你就可以想象它的基建大概也不太好了 因为我们十大建设就包括大连钢厂 高速公路 对不对 中国大陆就不用讲了 因为中国大陆政府主导的能量 远超过越共 实际上你不要以为是社会主义国家 就以为它的政府的能量是一样的 因为越共事实上 跟中共差非常远 因为越南我去过六次 我非常有感觉 所以难怪 越共的效率跟中共差非常远 差非常远 还有有的时候是他们政府的远见 政府比较短视的话 例如说原本其实台塑 如果他们当初好好的善大台塑的话 我觉得情况又不一样 台塑去盖石化厂 去盖这个发电厂 那你想想看 刚好就是你一般的工业 所需要的基本的原料 都在那地方可以作为盐物料的一个供应 结果越南呢 等到台塑成熟了以后 就给它客关税 给它收规费 收到台塑也收不了 什么排放水 那个案子我那时候还在越南 有经历过 我跟你讲 它最高罚款就是你的资本额的5% 那台塑投资100亿美元 被罚了5亿美元 被罚了5亿美元 就是说他们说它什么排放污水 造成他们的那鱼的死亡 那沿海各省的渔民组织来抗议 其实大家都知道在越共那种环境里面 哪有是组织的 是由政府来组织的 而且当地的报纸登的污染的证据 说什么当地报纸潜水到海底收集证据 这个你相信吗 潜水去海底 因为那个是海底 这个一定是政府做的 这么有本事 一定是政府做的 你真的相信 它总预算只有82亿的 你知道2015年加州高铁局 要盖加州高铁 它的预算是450亿美元 2015年已经是450亿了 那个是要贯穿北南 就旧金山到洛杉矶 那后来盖到一半 好像还说要延伸到San Diego 盖到一半就卡住了 知道没有盖好了 那后来发现整个需要1000亿美元 你82亿能干嘛 天价 修车站 你82亿能干嘛 所以你不要相信拜登 而且他盖到一半他就下台了 那川普就把他废治了 因为川普不会盖高铁 因为共和党对高铁没有兴趣 如果换成共和党执政的话 他不会盖啦 这个计划就又卡住 卡住了啦 因为共和党认为开车就好了 坐飞机就好了 是 这样才能烧汽油 因为石化业是偏共和党嘛 而且高铁是给穷人做的 真的是啦 就是中国大陆是因为要平等嘛 所以要兼顾 事实上他很多条高铁都是赔钱的 可是政府基于这样可以带动经济发展 所以他的那个整个的经济上的营收 你没有办法这样算 可是很多条铁路都是赔钱的 可是他是政府弄的嘛 是啊 美国怎么可能这样弄 不可能 美国是民营的 对 所以那个高铁的票价一定贵死人 不他就是讲尊杰啦 要节省啦 对 那问题是阿根廷最大的开支 并不是政府官员的容员 何事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你敢砍嘛 对不对 像巴西鲁他讲的最实在 所以先看半年再说 现在暂时不要理他 搞不好要送精神病院也有可能 所以先看他到底要干嘛 所以他隔壁国家啊 巴西啊 他就说暂时不会对他做出任何表态 先看个半年再说 我建议中国也这样 因为真的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观察先 因为他的竞选的主要承诺 全部自己都推翻了 是 他说要费央行啊 结果我发现 没有啊 美国不理他 你要去跟美国要美元额度啊 他还说要把阿根廷币废除 对 对啊 说全国改用美元啊 知道阿根廷早就地下都在使用美元了 这个国家的GDP只有5000亿美元 结果人民持有的美元是3470亿 你去想想这是什么国家啊 就是没有人愿意持有自己的货币嘛 你一持有就立刻贬值啊 对 那你要怎么办呢 不回答新作的芯片并没有被禁啊 就那个H20啊 L20啊 他被禁的是A800 H800啊 那目前也没有准啊 没有 雷蒙多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啦 因为他也没有内容啊 坦白讲他也不懂科技啦 就是人家国会议员在那边骂他说华为怎么 居然有所突破啊 就觉得是他这辈子最大的羞耻嘛 对不对 就是人家都哪里去推行销华为手机了 对不对 那所以他是说尽可能强而有力的行动是指什么 那就是形容词啊 就说说而已 政治人物开始讲形容词就是嘴炮的意思 那他讲可以将会应该向中国取售AI晶片 具体方案是什么 不AI晶片我就跟你讲 他也没有去进H20 L20嘛 因为我跟你讲啊 因为A800跟H800 那个NVIDIA就英伟达啦 他在中国的订单是50亿美元 你叫人家这个订单不见了 你叫人家怎么办啊 所以他只好再弄一款 就是那个H20 L20 可是那个的速度啊 据了解他的效能只有 最新的那个H100的五分之一了 只有侯友宇可以处理啊 因为九二公司是北京说的啊 你另外两个都要另创名词 北京又不一定会接受 对不对 所以那个很明显啊 这是哪一家媒体 BBC 那就不用谈了啦 那就不用谈了 不值议题 不要浪费唇舌 他问这种问题就是废话嘛 他明明知道答案还故意这样问 他会不知道吗 为什么 干嘛要这么故意呢 要带什么风向呢 然后他后面大概就是又要带到 就是中国大陆的问题啊 然后威胁台湾啊等等等等 那重点又写到那边去了 是是是就往那边倒过去 他们不会去讨论 台湾要如何解决两岸问题啦 外媒不会这样讨论问题啦 是 好问题来了 可是还是有一个问题 要继续请教一下亮哥好不好 你看哦 这次接肖美琴的驻美代表 余大雷已经抵达华府旅新了 然后大家就蛮好奇的就说 哎 为什么现在都是由 AIT执行理事来负责接机 那AIT主席罗森伯格呢 只有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欢迎 说这是大家都熟悉的 有人展望未来美台伙伴关系 持续的成长 那记得上一次 其实赖清德 他在美国的时候 当时也是这位 Larsen蓝英来负责接机 所以要怎么来看待这一次 我们这个驻美代表 他赴美旅新的一个接待规格 没有啦 因为知道这个是过渡的嘛 你又不重要 是 对啊 这话太那个 就是人家知道你就是过渡的 那等那个新的政权选出来再说 只有一个月 搞不好一个月之后就换人了 那一个月之后对 可能就换人 那接待的规格 那当选了就换人啊 就提高了吗 那他怎么知道侯友宇会不会当选 连赖清德当选都不一定 对啊 因为这个是蔡英文用的人嘛 对啊 是 赖清德搞不好就用自己的人啊 嗯 对不对 是是 那现在呢 是民进党不断的要去 去中国化 亮哥很饿 你在笑什么啊 很自然啊 因为看你吃东西觉得很好玩 精心有玩 我也不知道 就觉得很有趣 还蛮疗愈的 没关系 没关系 我的题目还没问完 所以你还有时间可以继续吃 好不好 饿了 真的蛮辛苦 对不对 上节目上通告太久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喝点水 口渴 那会呛到 我顺便宣传一下 这是绝代爽焦 欢迎上中天快点购平台 CTI 798 谢谢大家支持 有人就在问他怎么看克纲争议 但也有旁边有学生忽然在勾喊 好帅啊 结吻到赖清德嘛 那学生是男的 我有注意 男的 好吧 但是说真的 赖清德这个时候 他就不往那个克纲争议的问题 他朝着好帅的方向看 对 他只看人家那个说他好帅的学生 是不是 那位男生 因为我觉得他知道这个问题 民进党受伤 有伤对不对 不是嘛 因为只要重视教育的人 不可能同意民进党那种说法 因为这个就是广义的人文教育 就是这个文字语言的鉴赏能力 表达能力 那甚至还有品格教育 你这个怎么去辩论 那你要说因为我主张去中国 这种话他讲不出来 他也不敢说我主张文化台独 那事实上是 因为那个教科书 省议委员会那些人 很多都是台独 这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没有办法回答 偏偏又加上一个游锡坤 游锡坤真的也在这个时候 连耻是君主政治的产物 是不是 所以现在不需要连耻 所以这个立法院长 就是无耻院长 就是这意思 我说你怎么 因为民进党事实上每次碰到争议 因为你都希望游锡坤不要讲话 因为他每次讲话都变成猪队友 果然又 越描越黑了 又再次证明他果然是猪队友 这个新闻自由时报第一时间登 以为是游锡坤骂得好 结果隔两个小时就要下架 下架 自由时报下架 因为知道这个会有伤 因为我第一时间我就传给卢秀芳 因为你都不接我的LINE 我就只好传给卢秀芳 卢秀芳他两个小时之后来打开 他已经不见了 已经不见了 已经被下架了 就是这样 三文 所以问题就在 那赖清德你看说真的 讲他好帅他真的会很开心 要不然的话最近很怎么样 很难过 心情不好 他是真的要闪这个问题 他为什么到北宇女 然后有男生 他用建宗大学长的身份去了 我给你讲这个东西执政党就是方便 是 那为什么赵阿康去 赵阿康对呀 你也可以来校园 去政大去华东大学清大都不行 因为那是公立学校 那北宇女也是公立的 这个也是公立的 结果他的 应该蒋万有去 蒋万有 因为就是要请台北市长 可是你是总统候选人 你怎么能去 蒋万有不是候选人 对呀 他用建宗大学长的身份去了 所以就是开放给建宗 对啦 不 因为建宗有些人要看女生就特别去 那人家斯大夫人 这个我可以证明 因为你在那边当主持人嘛 因为以前我们在念北宇女的时候 门口常常就是会有建宗的 因为距离很近 坦白讲对 就直接从他们学校就过来 然后就在等女生 高中就在谈恋爱 这怎么可以啊 我们那个一群小公狗本来就会死 政治系 他是在职技球还是 他的求学过程很曲折 很曲折 对 很特别 不过就是啊 因为自由时报写了社论 然后1450跟那个绿媒的那些名嘴 都引导到什么欧老师去参加 中国大陆的国语研席 文化研席啦 香港啊 他就是要往那边扯啦 就是他就是中共同路人啦 就要暗示这种调子 那这个就是他 选战打来打去 都只有抗庄保台嘛 对啊 因为照理讲应该是他拿到了文件珍贵嘛 对不对 然后他还说他是用手机拍的 对这个可能 那你能够继续开飞机表示你并没有被管制出境嘛 那你交给第三人不就出去了 是 为什么一定要开那个飞机到山东舰上 而且那个飞机是1960年代 老的 那飞机又不是多有价值 是啊 中国大陆怎么会要这种飞机 对 就那个CH47悬翼机 而且伊朗有买45架 中国大陆去跟伊朗要一架不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故事这个地方说的太别角了 当初买47 我们是想来吊挂泡兵跟运输 结果国际拿来变成长官的座级 放沙发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的地面战斗没有用到他嘛 数量很少 这个中国大陆有一度要买 后来没有买 当然赵兆康 赵兆康他勇于到那个年轻人的地方去了 跟他们对话 然后另外当然就是侯友宜的政见 这个还比较早 我认为他今天提出那个政见更漂亮 就那个客后照顾 就安清班 这个真的很多人都打动到他的心 尤其是30到40岁 侯友宜现在最弱的就是30到40岁这一块 他20到29有拉起来 那前面那个555就是首购物 可是他那个20到29岁 是赵兆康帮他拉上去的 首购物 我认为也是 也是 首购物就是说你投机款可以不用嘛 那可以延五年嘛 然后给你做利息补贴这样 这个也有 打脸蔡英文嘛 所以他很尴尬你知道 所以你就看到赖兴德对提出新政策 就是有点犹豫了 可是蔡英文的执政成绩又很差 所以你怎么办呢 你就悬在那里 所以为什么一天到晚在打抗中保胎 没别的打了是不是 不是啊 不然就去攻击人身攻击 不然就是制造服貌恐慌 不然就又回到中共同路人那种老调子 可是坦白说 今年这个选举 我认为不喜欢这种意识形态问题的人蛮多的 所以国民党跟民进党打意识形态问题 基本上都打到尽头了 就是基本盘都已经吹出来了 所以侯友宜很聪明啊 他开始打民生问题嘛 那这是对的 那侯友宜完全没有包袱啊 所以任何好的政策他都可以提啊 那赖兴德卡住了 因为你当过行政院长 你又不能批评蔡英文 那怎么办呢 他反而有点那种 他施展不开 施展不开 然后他自己的问题又越来越多 比如说雇居的问题 因为你这个是 尤其是黄国昌那个记者会对他太伤了啦 就查出2003 你明明就经过新建 不是改建哦 是新建 那这又牵涉到逃漏税的问题 你等于是违法耶 违章不一定要拆啦 因为新北市是2009年之后才开始拆 那之前呢叫做列管 那他的重点不是拆啊 而是你违法 那他说到了老家那样哽咽 那反而是更扣分哦 你没有面对大 我跟你讲我在网路上看到一堆梗图啦 人家曼德拉斯为什么而哭啊 是为了南非的黑人被压迫而哭啊 那你为了你的故居在哭 那请问你对人家多严厉啊 而且还是违贱的故居 是啊 而且还不承认你有违法 然后你说你缴了税 税单还是拿不出来 然后你对别人多严厉啊 根深人不能参选 这违反所有民主国家的主流啦 你就一刀就切啦 结果连陈志宗都不能参选啦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对别人那么严厉 稍微me too 性骚扰就不能参选 对不对 你对自己这么松啊 你这个已经是明显违反法律 吃饭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内幕啊 本来就同一挂了 本来就同一挂了 同一挂了 所以吃饭很正常啊 去年选举 张善政 林芝妙 高宏安 那个文宣是谁在弄啊 都是金中刊 金中刊爆料啊 然后国兵 那个民进党的候选人 直接把他印了 当作文宣 这样够直接了吧 是非常 就直接啊 那这次他们有所谓的 选举的角色了 不是他现在有电视 他现在有电视 更厉害 对 他现在有电视 他在营运计划说 他不会做政论节目啊 是啊 现在就在做啊 是 那NC怎么不去管啊 他营运计划就这样写 所以他不会做政论节目 那他照做啊 照做啊 对 人家选举的时候 政论节目太重要了 是不是 对啊 影响到选民的异象啊 对啊 没有错啊 那就看他们怎么分析啦 对啊 那如果跟他们吃饭的话 是不是对他们 比较有利的呢 嗯 我就跟你讲 本来就同一挂了 你在 诈骗王国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